你真的看得懂 坦本上的贷款设定是什么吗 你知道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陷阱 你的支配款可能就不见了吗 很多仲介根本都不懂 根本没有帮你把关交易安全 嗨 云林买好房 买好房找晓风 我是晓风 今天要来分享 买卖房子要注意的借贷设定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们一般贷款都是跟银行体系设定贷款 就是所有权能提供房屋 设定抵押权给银行 但是如果碰到卖方的房屋 除了跟银行借贷设定以外 还跟民间借贷 你就要非常的注意了 这些东西非常多中介不懂 也不会把你把关到 举个例子 假设你今天看中了一间房子 也像房仲下了斡旋金 中介也帮你谈到了价格 买卖双方约见面签约 如果今天这间房子 卖方除了银行的贷款设定之外 还有设定的私人借贷 就必须先把私人借贷给涂销掉 才有办法进行产权的移转 就算成交的金额 多过借贷的金额也一样 因为只要牵扯到私人借贷 平常都不会帮你清场 这时候什么都不懂的中介公司 可能就会跟你说 我们今天成交的金额 比卖方的借贷金额还要高 这个你都不用担心 我们都有做履约保证 你只要把钱存入履保账号就可以了 并且签订 动用拨款单让卖方拿到钱 先拿去还清私人借贷就可以了 听起来好像合理对吗 但其实大部分特做 因为履约保证账户内的钱 动用拨款后 是不会在履约保证的保证范围内的 简单的说 就是你发生了任何的交易安全 不麻烦的 因为是你同意 动用拨款给卖主去清场债务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卖主将这笔钱 拿去做其他的事情 没有拿去还债 那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还了债务 私人借贷的公司并不愿意突销 那怎么办 而且许多私人借贷 除了贷款本金之外 还得加上利息和违约金 利息难以估计 甚至有可能是偏价 除此之外 还隐藏着另一个风险 活动场除了有二胎抵押设定 债券人如果还做了预告登记 或者直押旋转 如果今天债券人不将预告登记突销 或者没有去妥善的处理 网款后是没有办法做目的 那么你可能会想要知道 如果有私人借贷设定的房子 还能不能买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你必须有专业的代数 以及仲介公司来把关 才能避免掉隐藏在 买卖中的最高风险 买房子的你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点 签约当下请房仲及代数 提供最新的第一类成本 并且详细的去检视 有没有额外的设定登记 第二点 你需要注意有没有预告登记 如果你今天也遇到了类似的案件 你必须非常去详细的评估 这次的买卖交易安全为何 必须去评估它的风险 再来你是否愿意先以买卖价金 带为清场卖方的债务呢 身为买房首购主的你 弄懂这些事情 才能把买卖的风险降到最低 小峰来个真实案例 曾经有一个案例 房子已经成交了要签约了 当天卖方把房子拿去 私人借贷好几百万做设定的 之后公司为了这个交易安全 所以不做这个案件 必须你去想想看 有哪一个卖方会房子要签约了 但是偷偷去办你 私人借贷的 对吧 假设服务你的仲介什么都不懂 也没有签约前做好把关 贷书也不专业 那签约下去 你能想象之后的后果 会有多复杂吗 所以找一个有在替你把关的房屋 中介真的很重要 也谢谢观看到这里的你 因为这事情的影片 真的很少人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点赞并且订阅 你的支持都是我更新的动力 如果我在买房的路上 你有遇到许多问题想要询问 我在下方的资讯栏 放了我官方LINE帐号的连结 你可以直接来询问 都是我本能亲自回复的 而且都是免费的 你也可以加入后输入代码007 允许我制作的买房注意清单 这个真的可以避免让你踩雷 我是小枫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